大家好 我是Tim哥 你更新iOS15了嗎? 應該有一些人已經有了 因為iOS15有公測版 然後另外 如果是開發者的話 有叫Beta 4了 你知道更新完以後 iOS15的輔助功能 變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今天就列了這幾點 來叫大家來使用 我跟你講你看完以後 你就更會用iPhone了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打開囉 好 我們現在在輔助使用裡面以後 有個顯示文字大小這裡 然後有一個降低白點值 那你降低後 就可以更不用傷眼 而且也可以更省電 一樣我們在輔助使用裡面 這邊有個縮放 那縮放他有兩種 一種是三指點一下 然後或者是 你可以把全螢幕縮放變成視窗縮放 有沒有看到 我用三指點兩下 他就出來視窗縮放 好 我們現在往左滑到底以後 你可以看到有個APP資料庫 然後這邊就有個 內建的放大進功能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他 你看我現在用這個花 就可以把它做放大動作 那另外的部分 你也可以拿他來拍照 那拍完照以後 一樣你就可以把它放大 有沒有看到 無敵清楚的 好 再來呢 一樣在輔助使用裡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有個叫 引刀使用模式 那這邊你先把它做開啟 你可以用冷點解鎖 也可以用密碼 回來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時間限制 那時間限制 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時間 例如我現在用好以後 在那個備忘錄這裡 我按三下開始鍵 那這個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 都滑不出去了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把手機借人啊 或者是把手機拿給小朋友啊 不想要讓他呢 亂到你的其他地方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那另外怎麼結束 就一樣按三下就可以了 好 你看喔 有時候我們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有很多廣告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下面有三個點 有個叫閱讀器 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呢 你看剛剛廣告都不見了 你看我現在一直往下滑 都沒有 就是你可以純粹很方便的去閱讀文章 這個時候呢 你看我把它取消了 廣告又出現了 一樣在輔助使用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音訊與視覺這裡點下去以後呢 背景聲音這裡把它打開 然後大家來聽一下 你看有很多的聲音哦 平衡噪音 亮噪音 暗噪音 海洋 下雨的聲音 河流的聲音 好我們現在到幅度使用 這邊有一個餘音內容 你把範圍跟朗讀螢幕打開 打開以後呢 你到備忘錄這邊 你就可以兩手往下滑 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朗讀裡面的文字了 我們剛加到這幾招呢 正在補充一下 比如說你的朗讀內容這邊啊 我覺得呢 有時候你可能沒有時間在看手機 或者是你可能在做菜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功能就很適合你 那另外呢 不是有個背景有個那個白噪音的部分嗎 它其實就是可以讓你更專注 那另外引導式的訪問 如果你有打遊戲的 其實很適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打遊戲的時候 也不用怕誤觸 那其實另外有一個我們沒有教 但是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就是叫 比如說有嬰兒聲啊 火警啊 家電聲音啊 甚至門鈴聲 這邊 你只要進去以後把它打開啊 那如果一旦有這樣的聲音 它就會發出一個通知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今天教的這些輔助使用 真的好好學起來 對你來說非常有用哦 有問題的話下面留言下次見 拜拜 平衡噪音 亮噪音 暗噪音 海洋 下雨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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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的聲音